好 小羽翁全民 早安玩玩 我是阿杜凱 這個帶你認識球員系列 已經停更了將近快要兩個月的時間 現在要重啟了 誒有的人會想說 今天不是星期一嗎 應該是凱會報的播報時間吧 但是因為我人現在還在澎湖 所以這一期就暫時改為 帶你認識球人系列 大家就原諒我這一期的停更吧 那我今天要來帶大家認識的球人 是忠信兄弟的PS Power Swing林書藝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520是一個充滿愛的日子 也就是總統就職紀念日 喂!不是啦 是林書藝的生日啦 他出生於1993年的5月20日的高雄市 身高181公分 體重83公斤 現年正值職業巔峰期的29歲 就讀國小林書藝 在國小五年級以前 他還沒有接觸過棒球 以羽球為自己主要的運動項目 但是之後在他爸爸的鼓勵之下 才在五年級接觸到棒球 移進到球隊因為速度夠快 直接被教練要求站上左打打擊區 從國小畢業升上國中後 因為騎腳踏車發生意外 讓他左肩受傷 但他國中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沒有打過球 不過也是因為好好的休息 讓他身材抽高 才在棒球上有更吃香的身材 從國中畢業之後 進入南英商工 在青棒期間 參加過很多賽事 高三難尼畢業前 也因為球隊奪怪 讓他爭取到 第一次入選國手的機會 也扮演不錯的火車頭 讓中華隊搶下第三名的殊榮 同時爭取到進入文化大學資格 文大實習他在很多比賽中拿下打擊獎 雖然四隻頭的打擊率 但最高名次卻只有第二名 這麼聽起來第一名是鬼吧 文大畢業之後 蘇伊進到了國訓中心 從國訓中心出來之後 蘇伊原本想要在業餘的台電打球 但是就在2016年選秀會 報名截止前的那一刻 他還是決定報名參加選秀會 在國訓隊的時候 他的守衛還被安排改練二三類 同時身為內外野工具人的他 也是以內野手的身份 報名參加選秀會 最後被中心兄弟 以第五輪第十九順位的簽 以230萬的簽約金 將林書宜納入球隊戰力中 關機將近半年後的林書宜 2017年的球季 從二軍開始出發 剛開季就在二軍連續六場比賽 有安打的演出 一直到五月底以前 他的打擊率高達三成六二 雖然我不是棒球教練 但是這聽起來不錯對吧 這裡異軍的史耐德 很快也注意到林書宜這號人物 在上半季冠軍演技出來的消化室盒期間 讓他在7月5號這天完成出登場 雖然他沒有敲出安打 還吞下一次的三陣 但是他開啟選球眼 選到了兩次寶獸 不過他隔天又被丟回二軍 但二軍還是關不住這頭野獸 當時就擁有1.5軍實力的他 繼續虐歪二軍的投手 讓他締造了連續十五場比賽 都有安打的紀錄 在二軍總冠賽的期間 他更在17個打數中 有11隻安打的演出 長打率是破表的1.118 史耐德也知道二軍不是他的位子 也很快再度拉他上一軍 而這一次 他終於在他中職的第二場出賽 集出了他生涯的首隻安打 剛剛跟主播聊到的 第七局那個中心中心的幻頭 就很關鍵了 挖地球帶到左半邊 左半邊最後落下來 挖還彈出去 這是一隻場地規則的二連安打 林書毅的生涯首安 時間來到2018年 因為前一年的大換血 讓林書毅獲得機會 可以從開季的一軍名單中出發 剛開季 林書毅就在十種腦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月28球隊落後1分2-3壘有人清化 林書毅直接一棒掃出逆轉的安打 雖然說林書毅是主角 但是牛棚樣子也太好笑了吧 有過像在打躲避球 自從這場比賽之後 林書毅就像是打開了一樣 在4月底以前 他的打擊率都還是在三字頭 而且還在4月29號這天 代打敲出生涯首轟 其實那一顆球其實也都是球數領先 現在這球 哇這球打出局頭會是代打的 喔~~ 真的上去了 代打到HOME RUN 今天的第九棒啊 原本捕手吳明洪的打擊沒有發揮 所以更換林書毅上場 林書毅在這年做出人生非常大的改變 有一次黃太陽教練問到他回家都在做什麼 林書毅跟他說他在打電玩跟看電視 而黃太陽教練很嚴肅的跟他說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努力變好 那你應該把你空閒時間 拿來投資在你的工作上 當詹子毅和陳子豪兩位主力外野手 在打變動的時候 你真的努力揮棒練習的話 那你就有機會成功擠下他們 林書毅真的把這段話聽進去 他每天都在家裡努力揮棒 這也造就他在這年的表現 壓過很多原本主力選手 同時他還打出他生涯第一隻滿罐砲 這一球打出去中間方向 哇還蠻深遠的喔 糟糕糟糕 糟糕糕糕糕 大門罐啊 哇在這一個 特長出賽這一棒 不僅如此 林書毅也成為兄弟的代打之神 他這年代打打擊率高達4成 欸欸欸等等 兄弟是專長代打之神的是不是啊 一個林書毅跟一個蘇維達 有夠鬼的 在8月7號這天還單場3-3 用兩隻三連安打 加上一隻內野安打 成功拿下單場MVP 林書毅在他的新人年受到中勇 以100的一場出賽197個打數 寫下2成74 3成21 4成31的打擊三圍 外加上三隻拳打 與五隻三連安打的成績 時間來到2019年 林書毅這次同樣擠進 開機26人名單之內 而且擠下斬子前 獲得外野的一席 剛開季書毅的火力就很羞猛 第三場出賽 球隊落後3分 那天球隊單局獲得4分 靠著再見安打贏球 其中有一分 就是書毅所打下來的 面對那年最強的洋將 索莎絲毫不畏懼 直接炸一發全壘打 打回忠信兄弟那天的第一分 不過林書毅的狀態 只上了半個月時效就過了 打擊率很快就跌到三成以下 所以多半都只能夠坐板凳 4月28這天第八局替補上來帶打 下個半局馬上就有生意上門 而且是一個被前宮大力稱讚的手臂 這球打中 這球打中 被打得藍扎實的 跳起來 藉由被林書毅沒收 不可思議 林書毅 再度的沒收掉了強襲的平飛球 也結束了副方戰爭 儘管如此 林書毅的狀態還是掉的太快了 加上柏娜開始沒收詹子嫻的榮譽架 讓林書毅在季中下到二軍 曬了三個多月的太陽 不過回來之後還是沒有好表現 讓他變成是柏娜御用的田徑隊 而且他還有連續無償比賽上場帶跑 有四次幫球隊跑回來得分的紀錄 這這這這這真的還蠻特別的 這種冠軍賽上 書毅同樣被寫進名單內 在六打齊四打數中打出兩隻安打 同時選到兩次四壞球保送 但很可惜這年沒能幫助中心中力 打下珍貴的對齒手怪 2020年整年林書毅沉積了一整年 開季從二軍出發的他 也幾乎大半個球技都在二軍中度過 中間一直都在一二軍之間載夫載成的 而且打擊表現說優不優 說差也不差 但是他還是擠進總冠軍賽28人名單之內 第一戰就被賦予先發的使命 單場三打數吞下3K 總冠軍賽四個打數 通通吞下三陣收場 時間來到2021年 因為在熱身賽打得不好 書毅在這年同樣只能從二軍出發 結果他又重新展現撕裂二軍的實力 開季一個月打擊率維持在三字頭 4月單位打擊率3x70 4x5x93 駐總決定拉拉上一軍為球隊貢獻 但是他卻發生他在進中職後最嚴重的受傷 這個腳底板骨折讓林書猶休息了將近半年 而且回到二軍碟原本的手感都不見了 但是他在他家人的支持以及自身的努力之下 在2022年再度回歸到異軍 時間來到2022年 開機林書玉雖然在熱身賽打得不錯 12個打數中有敲出4隻的安打 但是還是被岳振華以及李生宇兩個人擠出27人名單 同時他在二軍的表現遲遲達不到助總的標準 加上外野人才幾幾讓他等不到上異軍的機會 很渴望能上異軍幫忙的書玉 也終於透過疫情隔離名單而升上異軍 同時平野會議灌輸他確實擊球的觀念 與其盲目的揮擊出局無法幫助到球隊 倒不如透過確實擊球與選球來上壘 比起打擊率 上壘率才是更能幫助到球隊的部分 而他剛上異軍真的擺脫過去大家對他二軍卡的想法 維持了一整個月4隻頭的高檔打擊率 同時他的上壘率也已經是逼近5成的鬼神數據 在今年5月28零書一也敲出人生第一次的 再見安達 截至7月1日的賽前 他的打擊三圍是3x66 4x75 4x15 雖然打得不錯但他今年的倍三陣率也大幅提升 已經來到了23% 也算是林書一的隱憂之一 林書一今年透過疫情隔離名單升上異軍 也同樣和郭炎文一同成為球隊挖出來的秘寶 今年已經29歲的他即將邁向職業生涯的最高峰 他的未來會有怎麼樣的表現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期待的故事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大家對林書一這名球員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他 可以追蹤我的IG 跟大力按下訂閱 我是阿豬快 我們下次見 掰掰